好聊天室的宝宝们 我们一起来打分数 请问陈时中担任指挥官满分100分 请问你给他几分 等一下我们来看名表 我想要先知道 你给陈时中打几分呢 好再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民调的部分 蔡英文声望往下掉 民进党的支持度 是不是也跟着重挫呢 来最新民调 这群人大增加 我们先来看 这边好不好 台湾民意基金会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蔡英文总统的声量 49.9% 比上个月相比下滑了1.9% 还有民进党的支持度 也是下跌了6个百分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蔡总统的声望 非常赞同还算赞同 13.3% 36.9% 好没意见我们就不看了 不太赞同 一点也不赞同的 23.2% 还有12.4% 那现在呢 到底政党支持度的倾向如何呢 这也有关2022 我们来看一下 民进党呢 30.3% 虽然还是等疫苗 但是呢 往下掉 掉了6% 再来呢 国民党 14.5% 第二名略增0.5% 民众党呢 9.2% 也是下滑的哦 下滑4.3% 时代力量 2.6% 好 这是来自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 好再来了 我们来看陈时中了 陈时中到底 嗯 出来选 大家心里会怎么想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民调的问题哦 谢指挥官选 北市长 嗯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赞成的 14.5% 还算赞成 16.1% 哇 再来这个就多了哦 不太赞成 跟非常不赞成的 20.5% 请再加上 38.5% 345 50 59% 然后不知道的 10.5% 好 59%的 台北市民哦 不赞成 陈时中 卸下指挥官 角色是选 台北市长哦 好 再来 我们再来看 防疫指挥的 满意度 好 我念完这边 我就看大家打的分数了哦 满意度呢 非常满意 还算满意的 18.2% 23.5% 不太满意 20.7% 非常不满意 34.9% 尤其是对台湾疫情的 扩散担忧的人 非常的多 78.8% 还有呢 这些政策的混乱 不满政府筛减准备 67% 好 对于这个指挥官 请问大家 打几分 飘向何方 你给陈时中 打100分是不是 来聊天室 任何的言论我们都支持 燕影 零分 他说呢 我们都是自主防疫 郭惠子 负100分 齐齐也是负100分 路过的Lier1 已经超出天文数字的烂 Billion是负1 魏珍妮 零分 不及格 好 再来呢 我来看一下主评 我们也来点一下 好 优势 Jack Ma 还有EOI 不是0分 大德87分 好 分数基本上就是看完了 大家聊天室里面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分数感觉 真的是 位在后面这边的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的部分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周玉寇 他不是自己做了一个这个爆料吗 就说医生到他裁剪 到底有没有违法 结果陈时中呢 他的回应也让大家觉得不能接受 说法治组要研议 这已经第四次了 陈时中 针对周玉寇的争议 说要找这个法治组 但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一次有下文的 好 立委就痛批了 这是不是陈时中一再护航 所以才让周玉寇胡假虎微 恶人多作怪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周玉寇小姐 周玉寇女士 这次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个疫情在兵荒马乱的时候 他一直在强调自己 还说要告侯市长 他之所以今天可以这么嚣张 我觉得陈时中部长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 卫服务还有疫情指挥 很多人都去上他的节目 不管是什么节目 包括部长 包括李明医医师 很多人都去上他的节目 那这样会让这个周小姐 胡假虎微 让下面的这些医疗体系的这个官员 就觉得说 如果不去配合周玉寇的话 可能会受到屠杀 会被攻击 所以今天周玉寇敢这么嚣张 被确诊以后还敢在那边一直胡说八道 说要告谁 就是因为胡假虎微 让是陈部长这些人让周玉寇觉得自己很有靠山 所以陈时中不但应该找法治调查 而且应该自己公开的应该自己先谴责周玉寇才对 如果陈部长要做法治研议 请尽数的去做出认定 说这次到底是特殊性的案件例外来进行 还是呢 他是专案性的案件特别去照顾 还是他是属于你们整个行政作业 那这三件事情我希望陈部长真的秉持你不需要有特例的这种做法来掩饰说 这次一定是有地方出了差错 甚至在做法上呢 好像就是说因为这个人的特殊性就必重就轻的去不去检讨 这件事情正好揭露了一个就是是不是有相对权力的人 他的这个重要性呢 比一般的人的重要性来得大 那这样我觉得就是差别待遇 陈时中跟指挥中心的规定 当然就是你有疫情的可能 当然就要做PCR 那事实上这个台北市的卫生局跟医院的这个处理PCR的程序 这个不能怪到陈时中身上 因为有投再有主 我想不要是欧北看他陈时中 好现在民进党啊 对这个24号呢 建议说征召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来选台中市长 外界质疑他代职参选 那蔡奇昌今天出来说话了 他说代职参选是所有政治人物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战节奏 还点名了南投县长 要不要代职参选 每一個候選人都有他的考量 因為幾乎你看到的 朝野各政黨所提名的縣市長候選人 幾乎全部都是代指參選 不是我一個人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題目不是我一個人 如果說全台灣只有我一個人代指參選 那當然這個是我很特殊 全台灣幾乎各朝野各政黨的候選人 都是代指參選 我現在目前看到像南投的陳書法委員 他就說他堅決 許書法委員 他說他堅決不辭 那其他的委員看起來 我看是不是民眾黨賴香英委員 好像說他也不會辭 那同樣的回到我自己我也講過 我說我會整合內部的意見 包括黨內的聲音 黨內就我們台中所謂地方的聲音 那請聽我的選民的看法 因為我也是立委 我的立委副院長基本上也是一路選上來的 所以我也會聽這個大家的這個 我們選民的聲音 整合內部的意見 所以我講過說等到我正式 把這些意見都處理好之後 這個我會再下去整體做評估 那初選失利的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高敏玲呢 26號現身議會總質詢 那民進黨議員在質詢結束之後 幫他加油打氣 市長陳其邁呢 也在最後實詢的時候 感謝他8年議員的認真付出 非常謝謝高議員在這個8年來 為市民的服務 還有在議會結束的表現 以過來人的經驗 就是說雖然在年輕的時候碰到挫折 但是年輕的挫折不是挫折 初選結束之後 我大概花了一天半時間整理自己的心情 那因為我都跟我助理講 難過不可以超過三天 因為我們要趕快振作起來服務 我們的鄉親跟市民朋友 所以我自己花一天半就消化完了 今天我其實還蠻理性的 殊不知我這麼多這個議會的好同事 甚至是不分政黨的 因為大家都在議場裡面 其實就是就事論事 那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站在我的背後 那默默支持著我 所以啊我又哭了 就非常的感動 其實我覺得人生都是有起起伏伏 有起有落 那我覺得每一個階段都可以學到不同的人生的課題 剛剛也他其實也在會前有跟我分享一下 他這個第一次市長落敗的經驗 那他也給我很多的鼓勵 他說其實人家年輕的時候 心疊得比老的時候比較好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這個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呢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CTI285 好啊 好啊 好啊